蓝白盒最终会就在今天是正式登场 而第一点就在前总统马英九基金会的办公室 而就在大概稍早左右呢 9点50几分呢 这个民众党的主席柯文则是率先来到现场 由这个马英九基金会执行长萧续成是亲自到车边来迎接 而随后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以及主席朱立伦也随后到场 而今天这场会面呢 目前预计呢是早上10点开始会谈到11点结束 而就是由马前总统来做双方的见证人 而会议的最后呢再由双方的代表呢来出面转述 或是看有没有人 政治人物会出来直接现场来说明 这目前还得要看之后的状况 不过呢其实这场会面呢 其实一直以来是波折不断 由于民众党呢之前是先前是不断的坚持 他们必须要全民调的方式 另外柯文哲日前呢是直接抛出 就算是在误差范围内 也就是如果他输侯友宜3% 一样算是柯文哲来输 愿意来担任侯友宜的副手 但国民党这头始终是不愿意接受 甚至先后是抛出着日本式及德国式的方案 而随后更是坚持要混合全民调 以及政党实力 也因此让蓝白双方是坚伤持不下 不过呢转折点就在于日前呢 前总统马英九是突然透过萧续成喊出 希望能够支持柯文哲的全民调方式 来当蓝白最后协商的一个手段 但由最后呢也让双方的会面 在今天能够最终顺利的展开 不过呢由于马英九的这个立场呢 其实也引发国民党内部的一个不满声让 目前就像前一天的时候呢 这个包括国民党的立院党团呢 是直接喊出希望马英九前总统 不要介入双方的会谈 甚至是喊出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也可以看出来 目前国民党的茶壶内风暴 也是持续酝酿当中 但不管如何双方会谈 其实也在今天呢 其实是顺利展开 到底目前大家的底线 为何国民党以及民众党之间呢 双方是否能够再各退一步 我们将持续来为您关注